前所未有的动力 崭新的 Petron NAS Pre-MAX 95 富含 Pro-Drive 说真的这个加速是有一点点 可怕 而且这个铁背感其实还蛮强烈的 所以在这一个 很好的操控加上这一个还不错的动力表现 结合之下 它给了这个EX一般上 Lexus很难看到的东西就是个性 它真的很有个性 在我身后是Lexus EX 大开款 也就是第七代的车型 Lexus表示它的存在是为了取代原本的GS 也就是说它的主要对手变成了 Mercedes E-Class 还有 BMW 5 Series 全新的EX采用了新的平台 新的引擎 新的变速箱 那么它有什么进化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我们今天试驾的车型是这个 Lexus EX 2250 Premium 的版本 也就是不到30万的入门版本 很多人说这个EX的 就是一个豪华版的Campi 其实不是哦 它其实跟这一个Toyota的另外一款车 Avalon 是比较有关系的 它采用了全新的 TNGA GAK 平台打造 还是一样的前驱车型 但是呢 它的重心压得更低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会很出色 这个跟之前Lexus 给人这种 Uncle车的印象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我们先来看它的外观设计 首先呢 这个LED 头灯组 它带了这个Nike 的日间行车灯 不过很可惜的是 因为它不是顶级的版本 所以它不是全LED的那个序列式的三颗头灯组 但是呢 还是有LED 只是可能是在这个方向灯上面 它还是普通的灯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反垂式的水箱护灶 这个就是Lexus 的家族设计 你几乎可以在Lexus 每一款车都看到这个设计 可是在EX 上面 它的设计是比较不同的 它有这个 这个 横闸式的 这个设计呢 看起来比较独特 它的 辨识度也比较高 如果和这个Lexus LS 相比的话 我个人其实更喜欢这个车头的设计 如果我们以车身的尺码来分类的话 其实EX 属于 E-Segment 的车型 比 D-Segment 更大 但是呢 一般上的 E-Segment 它的轴距都达到了 2900以上 可是 Lexus EX 有 2800 其实 但是这个不代表它的空间会逊色哦 因为它是前轮驱动的车型 所以它的车头比较短 它可以营造出更好的车身空间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的车尾设计 虽然说采用 TNGA 平台打到的车 操控表现都很好 但是 Lexus 没有忘记了 EX 本来就是主打这个豪华行胜房车 它的定位就是这样 所以你没有在它的车尾看到很运动它的设计 反而是比较典雅 例如说它的这个排气管被隐藏了 然后 它没有那个尾翼的设计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 三个L的灰灯珠 其实它代表的就是 Lexus 的 L 另外一点就是 很可惜它没有这个电动尾门的开启 不过你按一下 它还是会弹上来 电动尾门呢 你要买到顶级版的车 才有 Lexus 和一般的德系豪华对手不一样的就是 它的内装设计除了讲究质感之外 它还讲究好用 一些豪华品牌它为了凸显它的车很有高科技的感觉啊等等啊 所以它只给你一个大大的触屏 然后取消了很多按键 看起来是很帅没有错 但是在你使用的时候 你要去操控的话其实很不直觉化 而Lexus 它还是保留了大量的实体按键 而且看起来 你会觉得质感其实很棒 然后不会很 阳春啊 基本上在你开车的时候你要忙操作 好像你要控制这些冷气啊等等 其实是很简单的 另外一点就是它的置物空间设计很棒 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很大的置物空间 然后这边还有杯架啊等等可以给你放锁石啊 放卡 放零钱 然后还有USB插槽 什么是豪华行政房车 意思就是说这种车可能是给行政人员所乘坐的 也就是它是后座乘客 前面有安排帮你开车 所以这个后部空间对它来说是很重要的 这边前面是我的标准坐姿 你可以看到这个EX的后座空间表现是非常的棒 我单说这个脚步空间就好 这个是我做的之后一个拳头两个拳头 两个拳头两个指头 然后它后面还有这个 独立的冷气触风口 以及USB插槽 那个都是2.1A的哦 所以你手机没有电的时候它可以帮你很快速的充电 只是比较可惜的是因为它在国外有这个OVRIGHT的车型 所以这个 中央的这个突起面积还是很大的 不过坐中间的话 舒适度可能比旁边两边打折扣一点点 可是做起来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另外一点就是 既然说是后座成个专用的车嘛 所以它自然少不了这个很大的中央扶手 可以给你放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置物空间 如果 你是买到 顶级的Luxury版本的话 这边是一个触控按键 可以让你控制冷气啊等等 非常的棒 只是很可惜这个版本没有 所以你喜欢这台车的话你就要去考虑一下 你要买这个 PREMIUM的LUMAN版还是Luxury的定期版 第1点 全车系搭载LSS Plus 也就是说它有先进的主动安定配备 包括了这个前方撞击 自动紧急刹车 然后 主动式定速巡航 车道便宜警示等等 这些都是它跟它的主要对手相比 很具优势的一点 第2点 就是它的驾驶设定非常人静 一般上我们在驾驶的时候要切换驾驶模式 驾驶模式的切换阵都在这个排档杆这里 而是Lexus EX的 它放置在这个方向盘的前方 所以在你需要切换驾驶模式的时候 你只要把手伸向前 转一转 就可以了 第3点就是这个冷气透风仪 以马来西亚这样的天气来说 你的车只要停在户外 可能一个15分钟里面就会热湿 但是呢有了这个功能之后你只需要打开 它就会启动这个冷气仪 的功能 所以呢 你不需要担心坐下去你的屁股会被烫到 这个是相当棒的 第4点就是这个 中央扶手 你在这个驾驶座你可以这边打开 你在司机座你同样也是可以打开 这个是一个Lexus独有的设计 我非常喜欢这个设计 真的很人性化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 日系车是多么的 照顾这些细节 第5点就是这个超棒的后座空间 坐老板嘛 坐在后座一定要舒适为主 你可以看 第1点没有powerboot 其实蛮不方便的 第2点 这个触控面板还是很不直接化 而且没有touch screen 使用起来有点麻烦 第3点就是这个椅垫的支撑有点短 你可以看到我的脚基本上是没有被支撑到的 虽然说 这辆车基本上都是后座层都会买 但是 也麻烦照顾驾司机的信息 缺点是 没有这个 360度的环境摄像 只有普通的倒车摄像头 Lexus ES250 是第1款在马来西亚使用Dynamic Fox Engine的车款 这个Dynamic Fox Engine 原厂说它表现很强 然后TNGA操控得很好 究竟这个引擎表现有多强 操控有多好 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去试试看 我对这个 ES250的第一印象就是 很贴心 真的很贴心 你只需要把这个 挡位拉到低之后 它的这一个 这个电子手刹车呢 就会自动解锁 虽然说这个功能很多车都不能拉 OK 然后在驾驶上 这一个 Platform 这个平台的重心真的很低 低到你会觉得 好像 很运动的感觉 这个和以前的EX是很不一样的 以前EX做起来就真的是很cambry 而 这一台 我就会觉得 好像你会坐在BMW 5系列的感觉 你知道吗 虽然说 它重心低但是你坐在这个位置上 你看前方 你的视线不会低 你的视线是很清楚的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的操控表现 是不是真的那么强呢 我其实开了这个车大概有一天左右 我对它的印象就是 它的操控表现 会比WOW X90还要好 它就是和这一个 Camry XV70开起来的感觉一样 这台车的操控 很棒 它的车体的刚性很好 然后方向盘的指向是很直接很直接的 完全不像是开一台 你印象里面的 Lexus 因为我之前我开过很多Lexus的车 Lexus的车款里面 对我来说 能够有这样子操控的只有一款 就是IS 但是现在EX也做到了 而且非常的棒 如果和比较常见的这个E-Segment的房车相比 就是好像说 5系列 E-Class S90等等相比 我个人觉得这台车的操控表现 只是输给5系列 它的表现其实还是比这个E-Class 还有S90还要好的 EX的舒适度表现 它还是保留了Lexus一向来的 这个超强的水准 这一点我就觉得 X90可能稍微比它强一点 但是就是强那么一点点而已 它和E-Class是同一个水准 比5系列好 所以它的表现是相当均衡 你看我现在在过这种 减速带啊 或者是我飞这个蹲 其实它的震动 不是太明显 它 现在的EX有很好的操控 但是 我也可以有很好的舒适性 这一点在同级对手里面我敢说是没有人做得到的 至于在这个动力表现 很多人会说这个2.5的自然进气引擎动力够不够 这具引擎它的马力为204HP 峰值能为247Nm 它的动力够不够 我们现在来试试看 现在是一般模式 我们来试下它的支线加速 OK3 2 1 5 噢不行 打滑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的加速表现其实还是很快的 因为这边沙子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它一起步它就出现了打滑 甚至那个ESC都 开始亮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引擎的起步表现是不差的 接下来我们更换一下这一个 Sport 模式来试下它的加速表现看如何 接下来这个是运动模式 3 2 3 2 1 说真的这个加速是有一点点可怕 而且这个铁背感其实还蛮强烈的 所以呢这一台车的动力其实不差的 所以在这一个很好的操控加上这一个还不错的动力表现 结合之下它给了这个EX一般上Lexus很难看到的东西就是个性 它真的很有个性 在我们实际测试了这个 Dynamic Force 的直线加速之外 那么它在路上开起来的感觉怎么样 我个人特别喜欢它这个在40 50 左右的这个速度熏它 很柔顺 然后你不会感觉到变速箱的遵挫感 实际上这个变速箱感觉更像 CVT 但是实际上它是把速的自拍变速箱 一般的市区驾驶你不可能每天都是 full throttle 然后一直在踩它一直在踩它 不会 所以它还是保留了这个日系车在市区开的时候 那一个很从容的这个线性加速 当然你要动力的时候 例如说可能有时候你上了高速公路 你要超车什么 你只要轻财 不是轻财 是重彩油门之后 这个引擎还是可以给到你这个需要的加速表现 我个人觉得这套引擎配置呢 是一个很多马来西亚人都可以接受的 它不会说就是很有贴备感 但是实际加速是快的 当然你可能和这个其他的通缉对手的 2.0 Wallen 这样的引擎相比 它的引擎动力确实是输了一点 这个我们必须承认 但是如果你今天你的需求就是 大多数是在市区驾驶啊 然后偶尔跑一下长途 然后长途你要超车的话 这个引擎还是可以满足你的 不要因为它是自然进行引擎 所以你就觉得没有力的啦 而且车那么大辆 实际上OK的 非常的棒 从这款车发布以来 很多读者都会说300多千 我可以买2B1 为什么我要买Lexus Lexus还是一台自分车 但是根据我和这个前欧洲豪华车车组 现在的Lexus车组的谈话中我会发现 其实会选择Lexus的车组 绝大部分他们之前都是欧洲豪华品牌的拥有者 他们选择Lexus 就和很多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他们为了省心 这点可能你会说 哎呀会买这种车的人 家里一定是有几台车的啦 就算他们买了那些豪华车 拿去修 他们还有别的车用 他们不见得是没有金钱 不见得是没有时间 但是他们不回去浪费这个时间来今天 到最后省心耐用还是这一个消费者最需要的 而Lexus就刚好符合了这一点 以前的Lexus ES给人的印象就是大和豪华 就没有了 而这一代的ES它给了多一个故事 它的操控表现确实是很好 所以呢现在的ES不见得是一台Uncle车 就算是你可能像我这样是20多楼30出头的人 开这台车其实也可以开得很爽 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的表现其实也相当的不错 它的动力也很充沛 八速自排的表现 我觉得应该是八速自排里面排名前列的表现 虽然它不及欧洲对手的涡轮增加引擎 但是这个自然进气引擎给到你的柔顺性 跟这个线性的表现是涡轮引擎所给不到的 当然我还是希望未来Lexus 可能可以推出一个ES300涡轮版本 让消费者多一个选择 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Dynamic Forks Engine 和这个ES是相当的搭配相当的匹配 而重点是如果这个满分为10分的话 我会给这个引擎配置8分 真的很不错 以上就是我们对这个Lexus ES250 Premium 的试驾分享 喜欢这次的影片千万不要帮我们分享 按赞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次见 拜拜